大家好,我是孫運起,今天和大家討論市場 今天市很厲害,收入21524,升至300點 296,成交524億 昨天高480多億 升市成交增加好像很好 不過大家應該不會不記得,之前幾天都是這樣 一日升一日跌一日跌,玩死的大家 今天又升了,明天會跌回呢 其實從牌面看,今天也不是很重要 起碼從外圍來看,形勢一般的 一方面希臘各方面未達成協業 歐洲那邊一般的氣氛 開始初段還有一點回徒 美元就回升,日元又跌 其實很多不同因素反映外圍其實就一般 跟之前我們經常強調外圍很重要 對港股的影響 今天來說就一般 為什麼會升呢 原因主要是內地 內地今天的走勢比較強勁 特別是A股 A股穿一穿2000點 試試所謂的什麼底 有人說鑽石底 有人說棉花底 什麼底都好 穿一穿之後 今天1995 打回頭 全日收市都升回21點 上回2030 帶動港股都上升 特別是什麼股 特別是內銀股特別嚴重 譬如內銀股 其中的建行是升至3% 帶動整個市場上升 收市全日最高維修 外圍就差 內地就好 接著會怎樣呢 接下來的短期後市 初步看到其實可以偏好一點 原因主要是內地剛才看 剛剛穿了2000點 打上去 剛剛成為一個高低腳小雙底 剛剛成為小雙底 起碼都彈兩三日 對市有利 另外幾隻重磅的籃籌股 你看得到 走勢都不錯 譬如剛才提到的建行 它今天升了30% 看回走勢 過去一個多元的走勢來說 都頗漂亮 因為幾次 先後四次 試過五個六毫四 這個位置不穿 彈上來 今天還是高收 之餘是突破了短期下降軌 成交增加少少 叫做和升勢配合 都不錯 看其他 例如另一隻 支持大股上升 最近一直支持大股上升的 中移動 其實走勢都不錯 至八月左右 就一直形成一個 一浪高一浪的走勢 之前雖然回吐 但回吐的低點 是沒有穿過上升軌 圖看到大家 是沒有穿過上升軌 其實顯示整個走勢仍然偏好 加上匯豐 昨天提到匯豐其實走勢不錯 為何這樣說 就是七月時形成上升軌 一直上升 今日仍然有跟大股同步的升幅 一直升上來 這幾隻重磅的大籃籌 看它的勢仍然維持一個 比較好的上升勢頭 加上剛才提到 內地A股的勢 彈了幾天 也不出奇 所以短期來說 仍然應該有上升勢頭 彈了兩三天 去挑戰21800左右的水平 這就是短期後市的看法 今天視頻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